謝謝你今生成為我的姊姊 下輩子我們一定還要再當一家人 我們大家都好愛你 謝謝 我們大家 都好想你 不知道這幾天 你在天上 都在做些什麼 是在唱著你最愛的歌 還是帶著你最愛的芽芽 跟你在三不瓦産 弟弟每天晚上都好想夢到你 見你一面 但你應該是知道 我會激動 我會難過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來見我 不過我相信 你現在在天上 一定很快樂 沒有冰痛的折磨了 小時候 雖然我們常常吵架 打架 但你還是非常照顧我 出國讀書的時候 你是我的監護人 那時候我非常調皮 常常打架 被叫做校長是 身為監護人的你 常來學校幫我擦皮膚 最印象深刻的 是有一次 我打架敲課被抓到 你這個監護人又來了 但是 昨天這次先 翻開電腦查詢你的上課狀況 發現你 敲課竟然比我還多 你被處罰了 當時你很深切的說 靠 要不是因為你 我才不會被發現 我們因為這件事在家一起被罰 不能去上課 不過處罰這段時間 我們非常開心 一起跑去網咖 一起打電動 我們兩個人興趣 愛好 都一樣 喜歡看漫畫 打電動 你小時候就像小男生一樣 常常以為自己是超人 從沙發上跳下來大喊 我是超人 結果腿就斷了 還斷了兩次 回到台灣後 你說你想當歌星 媽媽卻說你的聲音 像鴨子在叫 你就每天不斷努力的練習 從來沒有放棄 自己一個人去草屯歌星秀表演 不斷累積經驗 你想成為爸爸媽媽的驕傲 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這樣極盡全力 就這樣唱歌 變成全家裡面最厲害的 你真的是我們全家的驕傲 但 這時候老天 跟我們開了一個玩笑 生活作息最正常 不願不久的你 卻得了知常癌 勇敢面對 在我面前裝沒事 不想讓我們擔心 前行之後 總共做了七十幾次化療 開了無數次的刀 二姐 你真的辛苦了 弟弟答應你的事 一定會做到 謝謝你今生成為我的姐姐 下輩子 我們一定還要再當一家人 我們大家都好愛你 謝謝 她們 做到了 我就一直以下 我愛你 filled 就算是 我不想要 夠了 けて 我是 我真的